他不分政黨 他完全來支持吳怡農 因為吳怡農值得大家支持 用他議員的身分 喚起年輕的選票 喚起他的支持者 要全力來支持吳怡農 所以藉由你們熱情的歡呼聲 再一次謝謝我們的 銀亮軍 謝謝 好的 現在此時此刻 這麼重要的時刻 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將近四年來的時間 我們台灣最堅強的後盾 我們最溫暖的大人 跟我們的陳副總統 已經來到現場了 我們用掌聲加尖叫聲 來歡迎我們的陳副總統 來 大家先安靜一下 我喊321 用你們 蠻荒之力大聲的尖叫 321 我們今天的 謝謝 我們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吳怡龍 還有今天現場支持小英總統 支持怡龍 希望台灣的未來 能夠越來越壯闊的各位鄉親 各位好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興 能夠第三次跟怡龍站在一起 雖然我每次跟他站在一起 在身材還有肌肉上 還是覺得都比不上他 但是呢 我和怡龍今天都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們和最後的勝利 又更加接近了 大家都對不對 贏龍真的非常的勇敢 當年為了讓台灣能夠更好 更狀況 從小在美國出生的他 32歲就毅然決然的放棄了美國籍 放棄美國高盛集團的高薪工作 回到台灣服兵役 在陸軍特戰隊擔任下士的班長 在今天還至高奮勇地站出來 要打一場江坤的立委選戰 我們要給他支持 大家說好不好 這樣勇敢的怡龍 實際上都是我們大家 每一位朋友都希望看到的 台灣更好的人所盼望的 我有很多的朋友說 台灣的年輕人 現在是草莓族等等 我說不 我們有一個怡龍在 就可以打破了這樣的迷思 台灣的年輕人 都是為了台灣的民主 為了台灣的主權 勇敢地站出來 跟隨怡龍 要來捍衛台灣 大家說對不對啊 看到這裡滿滿的人潮 我內心有滿滿的感動 和滿滿的歡喜 因為這代表大家 對於蠅龍 對於我們蔡總統 對於民進黨 未來能夠高票當選 充滿了信心 也表示大家對於2020的選舉 對於台灣的未來的自由民主 還有台灣的主權 都非常有信心 大家說對不對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這裡 蠅龍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來支持 來做我們的典範 在立法院為我們發聲的最好的 立法院的明日之心 像他今天提出來的 這一個18歲公民前的修憲落實 就是一個很好的主張 也是代表了我們年輕人的心聲 希望我們讓他高票當選 到立法院去推動這樣的一個主張 好不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樣好的年輕人 我們要支持他 但是呢 我們大家年輕人支持他還不夠 更重要的 我剛才在桃園場的時候 看到好多人都在那裡 我們就呼籲 所有的年輕人 你們一定要返鄉投票的同時 拜託LINE給你的阿公阿嬤 或者跟你的阿公阿嬤說一聲 台灣需要你們的阿公阿嬤站出來 支持台灣的自由民主 支持台灣的未來 大家說好不好 所以你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有你的阿公阿嬤 還有公公婆婆 還有你爸爸媽媽 所以呢 最起碼你一個人要拉六票 來支持移農 大家說好不好 我曉得我們在座 有百萬的農業大軍 有很多的農夫們 還有農夫們 對不對 但是我希望各位農夫農夫們 大家一定要跟隨我們移農的 團結台灣 投資台灣 保衛台灣 使台灣更壯酷的這樣的理念 讓我們一起使台灣越來越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其實在過去的四年 蔡總統確確實實 使台灣的經濟 國防 外交 兩岸 交通 還有衛生 以及社會福利 都做得很好 大家也都曉得 我們的經濟發展 已經是四小龍的第一名 我們的國外的投資 外商來到台灣的投資 也成為讓全世界掛目相看的 像Google Amazon Cisco 還有這個 IBM 還有Microsoft 都在台灣投資 他們說只有在一個自由民主法治 就是講求人權的地方 才有真正的自由經濟的發展 所以移農的主張 要捍衛台灣的主權 讓台灣的自由民主更發展 其實也就是要帶來台灣的經濟更加的繁榮 台灣也成為世界的典範 大家說對不對啊 雖然我們很高興看到台灣越來越好 但是不要忘掉 實際上台灣也慢慢的被外來勢力在侵蝕當中 這些外來的勢力滲透到台灣以後 會使得台灣的社會的團結受到影響 台灣的自由民主慢慢的侵蝕掉 這慢慢的侵蝕是在無形無中的進行 所以我們一定要擔心 這樣的一個危險的力量 所以一定要在立法院裡面 讓我們能夠有捍衛台灣自由民主 有警覺心的能夠讓全世界來看到台灣 確確實實站在一個捍衛自由民主最弦線的台灣 一定能夠表現最好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這樣的一個國家裡面需要有年輕人 需要有像怡農這樣了不起的年輕人 讓我們支持他進入國會 讓他來捍衛我們台灣的自由民主 也讓全世界因為他的表現 而讓我們知道說 是的 台灣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的棒 這樣的追求自由民主法治跟人權好不好 其實我也要跟大家講 2020年的勝利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的勝利 也是亞洲的勝利 也是整個世界的勝利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人 就是白宮的前幕僚長班農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蔡英文總統真的代表了自由自助自覺 以民主的旗幟 也代表台灣捍衛民主自我防衛的決心 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蔡總統 讓他能夠高票大選連任好不好 好 更重要的 蔡英文很關心台灣的國防安全 那我們國防安全 需要有一個很好的三軍統帥 各位 我要告訴大家 蔡總統是一位相當稱職的三軍統帥 前幾天我們台灣不幸的發生了黑銀事件 或將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大家都很不捨得 我們很了不起的沈一鳴參謀總長 還有八位優秀等八位優秀的國軍同袍 不幸的殉職 但是很快的蔡總統在他的指揮 還有領導之下 迅速的完成了救援的任務 而且召開了國防軍事會議 他提出了三個確保 確保軍心民心穩定 確保台海周邊安全 確保專備減整完善 這三個指示 所以很快的 使台灣的民心跟軍心都能夠穩定下來 也不讓敵人有可乘之機 讓所有的民眾都可以安心的準備過年 這樣的三軍統帥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支持他 讓他高標當選連任好不好 好 所以我在這裡要再一次拜託大家 1月11號 各位的手上有三張票 會決定台灣的未來 看台灣是繼續走向自由民主 還有和平團容和法治人權 還是台灣會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進入到了極權專制的鐵籠裡面 各位認真地想一想 這三張票如果我們好好的投下去 我們自己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會有美好的未來 所以我拜託大家 總統票一定要投給能夠帶領台灣走向自由民主 捍衛台灣主權的蔡總統好不好 好 我要請問大家 蔡總統是幾號 3號 好棒 剛才伊隆跟我講 他的號碼 雖然蔡總統不太喜歡 但是當你投立委的時候 投立委的時候 一定要投給伊隆 伊隆是幾號 答對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國會要過半 我們的不分區立委 都是很好的不分區立委 我拜託大家 一定要投給民主進步黨 請問民主進步黨是幾號 太棒了 如果是這樣 我們把自己手上三張寶貴的選票 好好的投下去 更重要的 我剛才拜託大家 一定要認真地去拉票 吹票 顧票 每一個人回去跟你的爸爸媽媽 跟你的阿公阿嬤 還有爺爺奶奶講 台灣的未來 都在我們大家的手上 告訴他們 年輕人要怎麼樣的未來 怎麼樣的世界 告訴他們說 拜託你們 讓我們能夠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更幸福的未來 更自由民主的未來 回去好好的拉票 讓我們來迎接1月11號的勝利 好不好 好 好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也麻煩我們大人哥 拉著我們怡龍的手 各位 用著你最大聲的加油聲 鬥帥哥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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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最重要 今天加油 謝謝 謝謝副總統 謝謝 謝謝 副總統像陽光普照般的 照料我們台灣 這四年做我們最堅強的後盾 非常的感謝 剛剛特別提到的就是 我們這個選區 極關重要 是非常關鍵的一席 我們拜託大家 讓烏魚農盪選好不好